歡迎收看警訊 KJ 最近天氣這麼熱 要從事戶外工作的朋友 就要小心避免中暑 應該多點喝水 還有有需要的時候就要休息一下 是的 這麼熱的天氣 最好在放假的時候 可以享受各式各樣的水上活動 例如是游船河、滑水和潛水 或者令大家玩得安心又開心 今天我們就會跟大家說說 水上活動安全注意事項 女兒 怎麼了? 今天這麼好帶爸爸出來游船河 免得你經常在家打機這麼沉悶 而且你沒有那麼快老人之外 是嗎?你經常說想吃我的朋友 今天就介紹給你吃 你真乖, 該我今天有點病 和你出來游船 你不舒服嗎? 少許而已, 我這麼喜歡去身吃一顆藥 待會再吃一顆, 我上船應該沒事 你就知道了, 我很緊張 你將能幸福的 最重要是有筍盤 好, 阿倫 別說這些了 他們應該在那邊等我們了, 走吧 為何金頭仔會在這裡? 你別叫他金頭仔, 去Kelvin 你是說想認識我的朋友 他就是我的朋友 總之我不想見到他 你別這樣了 今天這個船船是她一手一腳做的 她還準備了很多東西給你玩 別這樣了 最近天氣很生氣, 爸爸很生氣 我們上船吧, 好嗎? 經哥, 這邊 好, 搞定了, 功夫還不是我贏? 剛才是你贏的 又是你贏?真是的 好, 我先不玩了, 你們先玩吧 好嗎? 爸爸, 你為何欺負爸爸? 今天早上吃了那些狗沒有藥 更加看到小筷頭仔, 甚麼都沒有了 爸爸, 不要這樣了 我們出去玩水上滑梯 很好玩, 很刺激 想起未來女婿, 又沒錢又沒房子 又不能給你幸福 多刺激也沒用 其實Kelvin很好, 他有上進心 又會搞笑和很開心 爸爸, 你不是很出人來搞冷鏡嗎? Kelvin很厲害的 Kelvin, 你搞冷鏡給我爸爸聽聽 經哥, 問你一個問題 你知不知道達文西密碼上面是什麼? 是達文西帳號 這個冷鏡真的很冷鏡, 很好笑 女兒, 有啤酒嗎? 拿啤酒給爸爸吧 有了, 有… 都說會做的了 還冷嗎?堅哥 你們不要在這裡, 出去陪朋友 不用躲起來了, 出去… 好吧…那我們走吧 那堅哥, 你慢慢吧 老爸, 你怎麼喝這麼多?還要喝光了嗎? 我沒喝光了 我沒喝光了 你沒喝光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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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喝光了 Kelvin, Tobi 有滑水梯玩, 很好玩 快點過來玩吧 我老爸喝醉了 我還是在那裡看他一會兒 待會兒再過來玩吧 好…滑水梯, 等我又玩 你喝醉了可以嗎? 你別玩了 我管我吧, 我拿著 你別玩了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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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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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休息一下 夏天又到了 不少市民都會約一大群朋友 租駕遊艇出海, 曬黑太陽 遊客水燒燒暑的 不過, 如果像片段中 這群人一樣 遇到突如其來的御匿事故 大家又懂得如何處理呢? 不懂不要緊 讓我身邊的Henry Sir 告訴大家吧 你好, Henry Sir 你好, Ruby 當發現有人御匿的時候 應該立即報警 以及通知其他人幫忙 例如救生員 或者受過請匿訓練的人 然後可以拋一些座房物 例如水泡給清醒的御匿者 在沒有其他可行的情況之下 先跳下海 將御匿者移離水面 然後用毛毯或者衣物 蓋在御匿者身上 之後將它送軟 當然, 遊船河也有地方需要注意 首先要留意個人和環境因素 如果當日睡眠不足 過機或者過飽的情況下 都是不適宜下水的 而環境因素是指海面情況 例如有行雷閃電 大風和大雨的跡象 就要停止水上活動 游船河的時候 也設計在船上淤酒或者濫藥 因為在神智不清的情況下下水 會影響四肢活動 會威脅到自己和其他人的安全 其次, 在海游泳 由於有水流、海浪 和在泳池游泳不同 需要加倍的耐力和體力 才達到相同的距離 所以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 以免造成意外 最後也不要單獨進行水上活動 而進行水上活動的時候 記住要照顧身邊的人 在香港喜歡潛水的朋友 真的不少 因為當置身海底的時候 真的既輕鬆又寫意 但要潛水除了要有適當的裝備 和訓練之外 安全的意識同樣也很重要 怎麼樣?可以嗎? 可以 待會把握機會 帶女兒游出一點、潛心一點 看看沙湖美景 那你就威脅了 話說回來, 她今天出來的時候 頭有點痛, 吃了止痛軟 你記住要幫我看著她 不用擔心 弄身後隨時準備好 更何況我拿了一個浮河浮河的帳筆 船家看到一定會避開我們 一定沒問題, 放在我身上 那我全都送你了 你搞定了, 穿上衣服了 好… 今天眼睛有點不疼 要扭著扭著, 走著走 Toby 想不到你的風水命理也有些研究 龍仔, 原來你今天有點印堂發黑 不是吧? 是 她只不過是看見你害臭, 臉紅 我們搞定了, 再去吧 好…一會兒就像平時那樣游泳 不過是用後呼吸的, 好嗎? 明白 好, 走吧 這隻鞋子有東西跟著腳 等我看看 有顆沙石而已 我走了就沒事了, 走吧 來…女兒, 我幫你拿… 女兒… 最近哭, 阿! 快, 快, 快 老大, 先回來了 給我手, 來 很危險的 你怎麼樣?有沒有事? 剛才差點被快艇碰到 現在還沒怕完, 幸好沒事 你有事, 我怎麼辦 你印堂發虎那個 又說自己救生完了, 這麼危險 對不起, Tobi, 還是我大頭蝦 忘了帶一條象拔下去 所以船家洗得這麼近 但是現在最重要 你們父女安全就行了 下次不用支援出來 片段裡面的事主真的很幸運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潛水很簡單 其實還有很多安全事項要遵守 首先在潛水的時候 一定要執行潛叛制度 千萬不要一個人潛水 工作人員也要在潛水源下水的地方 掛起旗次和放肢浮標 表示有人在潛水 而當潛水源回到水面之前 記得要打開俗稱象拔的浮標 讓水上的人知道 沒錯, 我們下一節再見 Cavin, 剛才我們就跟大家講解過 潛水的時候要注意的事項 不如現在我們回到水面 說一些水上活動要注意的事 好, 近年來在香港也有很多朋友 喜歡玩水上電單車和花式滑水 既刺激又有速度的活動 不過大家又知道 玩這些活動的時候 有什麼地方要注意呢 不如我們一起看看以下的片段 看看堅哥這樣做有沒有問題 是嗎? 爸爸, 剛才真的嚇到我了 幸好Kelvin和Jason救回來 潛水, 麻煩你了 別這麼說了, 堅哥 最重要是你沒事的 你現在怎麼樣? 我現在沒事了 對了, 一場來到 還有沒有其他水水活動玩嗎? 還沒有水上電單車和平板 爸爸, 你剛才剛才弄傷了 又想下水, 不好了吧 沒事的, 你知道嗎? 你老爸, 以前是水上電單車的第一名 但堅哥, 水上電單車有排名 你有排名嗎? 你管他吧 你隨便吧 跟我把水上電單車載回來 我們好玩, 快點 去吧 這次樓仔才聰明 算了, 沒錢就沒錢 最重要是讓你幸福 去吧 船上很離譜, 坦白說 你說, 玩水上電單車 應該要快思刺激 對了, 青頭仔 你不是說有力氣玩嗎? 是呀 老爸, 你還玩嗎? 老爸, 剛才已經差點出事了 你放心吧 老爸, 老爸生長長坐著 青頭仔, 走吧 放心吧, Tobi 我看著他沒事的 好 糟了… 糟了… 老爸, 又弄傷了他 讓我去救他 除了遊船河之外 不少市民都喜歡玩水上電單車 和花式滑水等等的水上活動 不過大家要留意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駕駛水上電單車 沒錯, Ruby 駕駛水上電單車的人 必須持有遊樂船隻操作人 二級證明書 否則會被視作無排駕駛 為例者最高可被罰款一萬元 及監禁六個月 水上電單車並沒有殺制系統 玩家要有一定的技術 掌握安全的停船距離 也要穿合規格的救生衣和頭盔 而水上電單車速度高 所以是不應該以高速駛駛其他人和船隻 船隻操作人 需考慮當時海面的環境 按被碰規則以安全航速行駛 根據雙船本地船隻條例第32條 任何人在沒有合理的辯解之下 以任何方式危及船隻之上 或海中任何人的安全 即屬犯罪 為例者最高可被罰款二十萬 及監禁四年 除此意外,在玩花式滑水的時候 應該由專業的教練指導正確的姿勢和技術 其次需要使用適當的保護裝備 做足熱身運動 和遵守安全守則 最重要是量力而為 不要勉強挑戰高難度的動作 除此之外 操作船隻的人士有甚麼要注意呢? 要安全享受洋帆出海的樂趣 船家必須謹慎駕駛船隻 顧及乘客和其他駕駛者的安全 以下有些重點想提醒大家 首先,船隻和船隻操作人 必須有有效的牌照 船上要有足夠的救生和滅火設施 切勿超速和超載 洗經其他船的時候應該減速 以及與其他船保持安全的距離 以及洗經有潛水源或榮客的水域的時候 也要加倍小心以免造成意外 如果大家想開開心心地出發 而盡興而歸的話 記得上述的呼籲 接下來有幾宗案件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提供消息 協助調查 首先要跟大家說的是 一宗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案件 事主因為不見了一張身份證 最終導致他損失了接近600萬 目前警方仍然是追溯近這幾名騙圖 希望大家幫忙應一下 警方現證調查一宗發生在2017年6月的案件 而案中的受害人被人冒充身份 損失近600萬港元 警方希望大家可以幫忙提供資料協助調查 案中的受害人是曾經為失身份證 之後在2017年6月13日和14日 被人冒充身份 在中環皇后大道中和九龍彌敦道 兩間銀行分行提取現金 並且透過轉賬去到金行購買黃金 事主因此損失589萬港元 案中有四名可疑人士 而其中一人是負責模型事主 我在此作出呼籲 如果有人向你兜售一些不明耐力的黃金 又或者你有任何消息 可以協助我們調查的話 請聯絡中區境區 重案組第一隊 電話是3660-1181 又或者是5542-1142 這是土瓜灣九龍城道和上香道的交界 在2018年3月23日下午2時左右 就在我後面轉彎位的位置 發生了一宗致命交通意外 而一名68歲的女子在意外中死亡 警方希望大家可以提供資料 協助調查 當時一輛中型貨車 圓土瓜灣九龍城道 往碼頭圍道方向行駛 當左轉入上香道的時候 懷疑灣位太窄 將一名站在欄杆行人路邊的 68歲女子夾著 消防接報到場 拆下欄杆行之後將女事主救出 這名女子身體多處嚴重受傷 昏迷被送往醫院治理 可惜最後證實死亡 警方在這裡呼籲 在2018年3月23日下午2時左右 有沒有市民途經 淘汰環九龍城道和上香道 而目擊到意外發生的經過呢 有的話請聯絡西九龍總區 交通意外特別調查隊第二隊 電話是3661-9000 3661-9000 這裡是沙田牛皮沙街 和沙田圍路交界近如翠遠的位置 在2018年4月18日 早上6時05分左右 就在我後面橋底的位置 發生了一宗致命交通意外 而一名68歲的男子在意外中死亡 警方希望大家可以提供資料 協助調查 當時一個巴士沿牛皮沙街 往廣源村方向行駛 當駛至近沙田圍路的時候 據報遇到一名正在踩單車的 68歲男子 這名男子頭部嚴重受傷 昏迷被送往醫院治理 可惜經搶救後證實死亡 我在這裡作出呼籲 在2018年4月18日 早上6時05分左右 有沒有市民逃經沙田牛皮沙街 又或者沙田圍路 而目擊到意外發生的經過呢 有的話,請聯絡新界南總區 交通意外特別調查隊第一隊 電話是3661-1300 Kavin,2018俄羅斯世界杯決賽周 即將舉行 今屆總共會有64場賽事 而今屆賽事將會於6月14日揭幕 相信很多球迷都很期待 在這四年一度的體壇城市 我知道你們警方也準備好 打擊涉及非法賭波的不法行為 警方非常重視這類型的罪行 而警訊也特別製作了 一個打擊非法賭波活動的特輯 下一集警訊就可以看到 那就約定大家 我們下一集再見 Bye Bye 我們下集再見